我們來看到是這幾天真的熱翻了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要開冷氣呢 好 今天還是類似的狀況 我們來看到衛星雲圖的部分 就是整個在台灣上控 現在還是比較是所謂吹南風的系統 所以還是一樣跟前兩天一樣 相對是比較穩定 炎熱 受到這所謂高壓回流的影響 像昨天高雄就飆出了高溫 有多高呢 我們來看到即時溫度的部分 昨天的在高雄 32.4度 因為上市氣象署在昨天統計 全台超過100個側站出現 超過30度以上的高溫 那這個32.4度高雄的溫度 這是1931年 好 這個屬屬氣象站 設站近百年來二月第二高溫 好 這第一高溫是32.5度 也差不多了 32.4 32.5 那我們來看到目前即時溫度的部分 在北部都已經超過20度了 南台灣恆春甚至24度 那今天也是類似這樣的天氣 高溫大概在南台灣也是有機會 在30度以上 甚至超過32度 那今天的天氣跟昨天沒有太大的變化 也是相對比較情郎穩定 但是接下來變化可就大 我們來看到 這是天氣風險 管理開發他們的粉磚 好 他們整理了週一到週三 在週四之後 到底所謂地面天氣圖這整個變化 好 週一到週三 就是我們今天感受到的高壓回流 這邊高壓 而且比較偏南風的影響 所以呢 行時多雲的穩定的天氣 但週四馬上就變了 我們來看下一張 好 下一張變化馬上就來 好 這個是可以看到 封面到時候 週四到週末會通過 那封面一通過之後 東北風就會影響我們 氣溫就會往下掉 我們看到像週六周日 低溫預測北部只有13度 那接下來呢 甚至包括宜蘭中部南部16度 今天呢 昨天看到還有三十幾度的高溫 馬上低溫在週六周日 就要下探了 甚至北部只有13度 而且呢 我們來看到一周天氣圖 可以看到這高低溫有差多少 好 今天呢 在平均的高溫28度甚至以上 但是一口氣到下個禮拜 好 我們剛剛講到週六周日 好 東北風影響 甚至在下週一 溫度降得更低 我們這邊看到是12度 最低下看12度 也就是說呢 到時候 好 週五一變天 週六周日這個溫度 這一路往下滑 高低溫 甚至呢 可以差到20度 好 這是呢 在一個禮拜的時間呢 就有這樣的 那麼大的變化 所以還是要請大家特別注意啊 東一先別急著收 好 我們在